最後我們來看怎麼做輸出 雖然我們現在還不是很完整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試看看 你看輸出檔案 重點在於說你要選怎麼格式 你看你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有好多格式可以選擇 如果各位用的是免費的特別版 要麻煩你用Windows 因為其他的他都不能輸出高畫質的 所以我先用跟你們一樣的 假設你要用免費特別版 你用這一個你來這裡選擇 有沒有發現這裡最高可以到哪裡 1920x1080 就是如果你用免費的版本可以 至少可以做到福爾基地 應該也夠了 就是我們一般用的 那有沒有注意到 後面都有那個什麼P什麼P的 沒有科P而已 但是幾十個都有 24 30 然後是不是有我看一下 24 30 還沒看到25的 應該在下面 所以我們原則上你就用1920x280這個就好了 這個就應該就夠了 一般的應該用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你選1280 然後再來 右手邊輸出影片要放在哪裡 一般大部分預設位置都放在我的文件夾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可能大家要找比較不好找 就找到你覺得OK的地方 把它按存 最後按下開始就可以了 這樣檔案就輸出了 這樣會不會 所以這是你如果是用免費版的 那如果一般你要變MP4的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用H.264或H.265 這個檔案品質理論上來講應該會再更好一點 而且可以輸出更高的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從1920對不對 一直在上面還有60P的有沒有 剛剛還有同學問啊 只有30P嗎 其實不只還有更快的 還有更快 其實現在YouTube也支援 也支援 只是說你相對的 因為速度越快 代表播放的贓出越多的話 頻寬要越大檔案也會越大 如果達不到 反正還是要自動降下來 所以原則上我們一般性的 你用這樣就可以了 就用這個或者這兩個 有付費的你就用這兩個 應該會比較好 他出出都是MP4 好記得最後按下開除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要上傳作業怎麼辦 什麼 都已經要吃飯了 還要上傳作業 沒有關係 因為你到吃飯的時候 電腦是很認真在輸出嘛 所以你到任務這邊來 你看延期成果對不對 不然我們承辦的人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做什麼東西 很難 都只能靠老師提供的照片 錄影片 你來這裡 我已經有申請一個就是Gmail帳號 因為我們OneNote平台 也可以做交作業的 不過這是付費功能的 我是有付費 還沒啦 我還沒付費 今年才開始付費 好有沒有一個白板動作 你把它點一下 那他會請你 這邊 上傳檔案 他這邊因為我已經有登錄了 但是各位的話就是 你在這邊他會跳一個Google 要求你輸入Google帳號密碼 所以你就用這邊的 這邊的 這裡有帳號跟密碼 你把它打進去之後呢 我們在這裡 你就可以從電腦裡面選擇 你剛剛輸出的那個影片傳上來 這樣OK嗎 所以傳上來之後 就像我剛剛給各位看的那個一樣 他們的 我老師在這邊就可以隨時看 如果我覺得不滿意的 我就給你推薦我 開玩笑啦 反正我們只是說方便大家上來看一下 那我有把這個就是功能開放 也就是說你們也可以看統計的功能 你也可以看看別人怎麼創作 因為每個人同樣的素材 不同人做會不會有不同感覺 就算都一樣的安排 音樂不一樣 感覺不一樣 這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別人的 你按一下進度就可以看到了 你按一下進度 那這邊按一下之後呢 你只要點上面這個 看看誰有沒有 那點這個就可以進去看 我都有開放 所以這樣應該大家比較公平 我知道的你應該知道 好 那我們就麻煩各位囉 你先試看看我們剛剛的那個輸出影片 記得各位 你們如果用免費版本的 你要用Windows Media這個 那我們現在是正式版 所以你用下面這個也是OK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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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